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1年 流星花园 这不可是偶像剧的始祖呢 普思男之吻 有温爷在 就是帅 贫穷贵公子 一个被误认贵公子的贫穷帅哥 一个人要努力办公办读照顾全家的故事 恋爱伤痕 一段亲情与爱情间的矛盾故事 这不可是三位大咖奇剧 一起演的戏呢 薰衣草 一段爱与约定的故事 也是陈怡荣在台湾的第一部作品哦 2002年 爱情大魔咒 FH1的第一部偶像剧 波卡多家里还有这张专辑呢 18岁的约定 林依晨初登版的偶像剧 是一段失声恋的故事 已故一人许伟伦也是要搅置疑呢 MVP情人 带起了打篮球以及五六不能亡的风潮 2003年 我的秘密花园 三位女孩的爱情故事 海豚湾恋人 一段爱与传说的故事 也让张少涵开始声名大噪 《薔薇之恋》角色里面的长发正原唱 很令人印象深刻 西街少年 当年五六的鞋子哥 可是帅到吊渣呢 《炼香》 一段前世今生的故事 里面有当年超青色的鱼燕歌窝 原味的夏天 来自都市与在澎湖长大的青年们 邂逅的爱情故事 2004年 后于改编自洛新的作品叫《雏菊》 被誉为台版古卧载的偶像剧 求婚事业所 这部每个单元都是经典呢 爱情合约 故事还不错 主题曲 中间 旋律好听 当年读高中时很喜欢这一部 《原来的日子》 《生命的终结》 2005年 《王子变青蛙》 堪称电视版的《羽绒共舞》 《你的花言教育》 把我坠入陷阱 《我怎么有力气》 《睁开你》 《爱上你》 《恶魔在身边》 这部让人明白 《坏坏男孩惹人爱》 《恶作剧之吻》 《恶作剧之吻》 《香琴对爱情的努力跟执着让人好感动》 这部可是经典中的经典呢 中情一般 特效一堆的大乱斗 都不知道该如何复逃了 2006年 《爱情魔法师》 《男角都很高》 并为都是一扒三颗蜡波的成员 《爱上一个人》 《走时让我再过分身》 《爱莎十七》 《一部爱情》 《悬疑》 《惊悚黑暗戏剧》 当年看完都不敢睡觉了 《微笑怕撕他》 《张共良的首部偶像剧》 当时的拍摄定点 超多人去朝圣的 《白色剧塔》 在讲音乐内的权力斗争的故事 也是让张军宁开始被认识的好剧 《花样少年少女》 《A拉超适合扮男装》 但这部根本就是《无尊》的主场呀 2007年 《转角遇到爱》 这部我还以为九把刀真的有眼呢 《爱莎十七》 《我爱情》 《爱情》 《天气情》 《我在墾丁》 《天气情》 《守护墾丁环境的故事》 《爱是不空》 《只感觉着一切》 作作剧二文 无论多说 这部就是经典中的经典的偶像剧剧集 2008年 命中注定我爱你 台湾史上周日收视最高偶像剧 天平上的马尔基斯 一群年轻准司法官的故事 2009年 败犬女王 一段30岁后对人生迷惘 在故事发生的子弟恋故事 皮子英雄 这部仔仔超帅 故事剧情精彩 这部大推 下一站 幸福 这部的重点就是官网的那句 原来爱情从没离开过 只是我记得 你忘了 花拓也的深情之鸡也让人难忘啊 海派甜心 香菇头跟顽皮抱之舞令人印象深刻 2010年 那年与不成国 女孩因为莫拉克风灾失去家人 从此对与生有意义 却又到了全台最会下雨的地方的故事 犀利人妻 小三的由来就是从这部开始 小三真的让人看得气到牙痒痒 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 这是一副关于毕业前 好有天真单纯与一夜长大间的矛盾故事 以上就是2001年到2010年的经典偶像剧回顾 之后其实也有很多偶像剧也很经典跟好看的 像是2011年的我可能不会爱你 还有2014年的16个夏天也不错 那些年还有哪些偶像剧也很经典 但没出现在影片中呢 欢迎分享给我哟 也欢迎留言跟我说哪部是你的最爱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或分享 顺便到我的粉丝团按个赞哟 那波卡影片下次见